胶水流中奎有多强 同时拥有两种减速 三种控制 后期16000滴血 超级赖皮的脏套路 大家好 我是群民感觉校外 这是一军王者62星牌位赛 明文一集出装在视频最后 大家一定要看完哦 一集帮中路清完线 直接与干姜对点 好家伙 干姜直接操作起来了 这边干姜预判了我的预判 闪现躲掉眩晕 我裂开了 不着急继续贴身普攻 让婉儿在安全距离输出 等我们二进的CD恢复 回首掏直接带走干姜 连坡还在追 吃口药 尽草拖延时间 等待队友支援 很可惜 李源芳被动给到连坡视野 小走位躲开我一技能部分伤害 反向走位等待一技能CD 临走之前把连坡打残 这波可以说是血赚不亏 马可部落带走连坡 赵云送李源芳回家 观察小地图也去爆发团战 赵云带走两人 菊又金还敢来反野 二技能先不交 一技能分走位 之后贴脸眩晕 二技能送他回家 这边帮助老夫子打先知主宰 直接被菊又金抢掉 那他也别走了 二技能帮助老夫子送他回家 七技来到中路 发现连坡进草 假装没看见 一发身后勾让他进塔 一技能减速 帮助马可波罗 祝他生日快乐 李源芳入场不急拉扯一下 马可思雪 干将开大响操作 在他闪现一瞬间 一技能眩晕 让他原地立正 我笑了 好家伙闪现到我脸上 把我们当人机打 八技来到上路 老夫子打出项羽一技能 我们直接追就可以了 他西瓜作为也没用 预判中线位置 二技能接大招 项羽有被动 一技能不好K投 那我们疯狂普攻 不小心完成收割 来到中路 李源芳大招想压线 我们二三技能眩晕 把他控到塔下 开不出二技能气不气 最后配合防御塔 祝他幸福 然后这个项羽还想操作我 我们一技能减速 让老夫子大招捆住 之后贴连普攻 被他顶出来不急 二一技能尝试K投 很可惜他被捆住 勾不出来 来到中路连破卡 我们的视野 交代艾招回家的诱惑 他不服站着给我勾 我笑了 二技能接大招 他霸体躲开意料之中 但是我后面还有个婉儿 这边给发一技能 帮助婉儿送他回家 继续来压中塔 右侧发现项羽入场 先贴脸一技能减速 在他大招同时 再接二技能 帮助队友完成收割 这边也是吃到了 干姜的满大 不痛不痒 赶紧跑路 复活以后来到野区 发现菊友金偷懒 二技能三技能 眩晕先留住再说 这边对面 李元芳赶来支援 我们一技能减速菊友金 等待婉儿收割 之后被李元芳大招 延住 我也是走不掉了 复活之后 来压对手高地塔 站在最前面 先骗一波技能再说 对面看到我这个血条 其实都不太想打 李元芳不服还想输出 我们小走位 躲开大招 二技能大招眩晕 直接留住 赵云送他回家 之后马可入场 打残三个 项羽一手推特勒 不慌我们二技能勾过来 一技能带走 这波看着像K头 实则是为了救马可波罗 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什么英雄 比较克制中奎 听说点赞的朋友 今天打排位赛会失联胜哦 我的名言是 宿命虚空调和 装备敬畏荣耀 极不知缺 极寒分爆 霸者动装 魔女斗篷 不强征兆 感谢大家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